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又對上MBL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葡萄牙對上日本人 這邊又選擇是葡萄牙人 我們稍微講一下葡萄牙的人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所有單位黃金費用都減20% 非常的便宜 再來就是他的科技研究提升速度提升30% 所以他爬科技的時候 算是有個加成在的 這個我覺得能力也算不錯的 有點像彈道學啊或者是化學 這種蠻關鍵的一些科技 他在提升的時候是非常有用的 好再來就是地龍師 大家可以建造這個港灣大山站 港灣大山站的話 他是需要耗費20人口 然後去 20人口 然後每秒都會給你資源 所有的資源都各加一 那所以這個 港灣大山站 算是比較算是 特殊情況下才會使用的 基本上不會太去碰他 那 再來就是他的寶兵 風琴炮 風琴炮可能台灣人比較熟 因為我們台灣人以前 那個葡萄牙人有來佔領過嘛 紅毛巢 就有這個風琴炮 那我記得紅毛巢裡面有一個實體可以看 雖然是不能擊發那種 但是有那個外觀可以看 我記得的印象蠻深刻的 我自己有去看過 好 那風琴炮的話 他算是一個 散彈槍的火藥單位喔 呃 他基本上 什麼都蠻怕的 但是他打什麼都也很強 就是你拿弓兵去殺也很痛 你拿騎兵去打他也很傷 你拿投手去砸也會很痛 但是相對的他打別人也很痛 所以算是 算是雙面刃也不算是喔 算是一種非常高效率的單位喔 唯一的缺點就是他跑太慢了 好再來講一下他的銀罐 啊不金罐 金罐是火神槍喔 火神槍的話火藥單位的攻擊的 準度會更準一點 就是他的子彈飛出來喔 集火的命中率更高一點 不會那麼一直炮槍 比較慘 那這個風琴炮的話 因為是同時散彈的關係喔 那點這個能力下去之後傷害會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MBL 日本 日本的話阿拉這邊是採礦地跟伐木場還有魔法喔 經濟科技的建築物 都會50%減免 在前期可以省下一筆不小的費用 那再來是他其實在於海徒來說比較有優勢喔 因為他的漁場會有加成 但由於阿拉伯的話不太可能會出到漁場 所以日本在阿拉伯並不是那麼的強勢 那日本的話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日本武士可以玩 那其他能力的話我就不再贅述了 比較不會在阿拉伯上面出場的一些能力喔 好那稍微講一下他的銀罐好了 他的那個劍槽 他的射箭變成小城堡的概念 那個射箭孔加劍槽 就會變成兩次射擊箭矢的一個能力 但有些日本玩家也會這樣打 但是這個打法比較進階一點 所以也不算是主流的日本玩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先來看右的 右的地圖正前方金礦非常痛苦 所以他勢必一定是要圍出來 這不圍出來的話金會弄到懷疑人生 那右手邊的話金礦跟石頭 中央的資源都在後方還算可以 但是也有可能會被對手針對打 因為資源量太大了 你看這裡有石頭有黃金有果樹 敵人一直弄這個地方 相對就是封鎖了兩塊資源點 還有一個模仿 那左邊也是喔 這感覺右的地圖來說 一定要圍出來喔 才能死守這些資源 那不圍出來的話這些資源可能會被對手幹著 好那來看一下右這邊已經出了棒棒了 那棒棒的話前置應該是沒有辦法打到東西 因為他的主經都在左邊 那模仿在右邊 那正面的話可能還是會繞一下 而且自己也出了棒棒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 這邊沒有上封建時代的時候 攻擊速度是一樣的 沒有特別比較快 哎呀這個棒棒互靠日本的棒棒 居然要輸啦 唉呀 說好的步兵聞名結果打輸了喔 欸不對沒打輸欸 剛剛 MBL高打低阿 哇這個傷害突然爆增阿 我剛剛還以為 MBL要被屌打 呵呵 因為他沒封建時代阿 日本的棒棒是封建時代才會有加成阿 那右這邊是先聚集血來打 沒想到這邊高打低血量又逆轉回來了 然後再用刺頭去營救傷害了 所以導致右這邊前期輸了第一波會戰 那這波會戰 看剩下一連血的殘血棒棒加上刺吼 應該也是騷擾不到太大的東西了 因為這邊棒棒加刺吼 如果硬打的話 用村民直接敲一敲就可以敲到頭部血流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阿 好那我們順便快轉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打什麼戰術吧 兩邊的話看起來 首先是要打小公村民然後他劍塔對不對 所以打小公 好這邊村民大戰 收掉兩邊的赤猴棒棒也被收掉了 MBL在對方家裡蓋了一個射箭場 那右在家裡也下了一個射箭場 然後下了一個劍塔 這個劍塔的話 下出來就很方便了 這邊趕快圍死 剛剛我們剛剛說的地方趕快圍一下 好圍一下圍一下 正面這個部位的話這個驚慌會爆炸 這個村民多拉出去了 好那MBL看這個前置射箭場不成功喔 直接D掉射箭場 然後在家裡補下第一個射箭場 想來出戰矛或小公喔 好那家裡的部分 MBL算是比較主動進攻的那一方 那葡萄牙這邊 右是打算要打分走防禦路線 看得出來他的意圖很明顯喔 都是把兵往左邊派 想要盡量防守這個區域 但是這邊戰矛過來小公是擋不住的喔 而且這裡還沒有異級射的情況下 可能會很難受 直接被換掉一隻小公 聰明直接上來玩game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戰矛過來了 有點危險 哇又被鎖掉一村 好又被鎖掉一隻小公 現在小公已經輸兩隻了 那正面的話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大開戰的問題 目前把我的兵士都鎖在 送到左邊這邊 那這邊又拉斯衝過來插箭塔 直接硬插 這邊直接下一個市集 然後下一個市集的話這邊進入就有點困難了 好那MBL決定打右邊了嗎 左邊進不去 繞個右邊 好這邊趕快再圍 好能圍得起來嗎 可以 但是右邊這也是門戶大開的情況 好這邊補下第二個箭塔 因為MBL這邊起了一個箭塔 能來得及完成嗎 應該是可以 但是兩邊應該箭塔都會起來 然後這邊兩邊都起來的話就要來開始互射了 然後這邊村民有點被射到了一點點的血量 好那右邊門戶大開怎麼辦呢 這邊果樹可能守不住了 好像也沒果樹了就算了 呵 為什麼要蓋個木槍在這裡 好 那M右的話 則是遛了一隻小公到MBL家裡 想說騷擾 但是已經被戰謀鑽個鎮長 所以這波小公突擊計畫也宣告失敗 好那這邊箭塔起來之後 兩邊又再開始對塔 那目前是MBL 有一個優勢在 有拿到一村 但是又出去剛剛那四隻小公 並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那馬上就被戰謀給抓掉 好那這邊瘋狂補房子 房子已經補到70 兩邊都騎到70 人口速度大家都補得蠻快的 一直補房子然後做防守 然後這邊箭塔 先用村民推來拆掉 好出了三隻肉馬 想要來打這個戰謀 但是後面有一隻戳戳 可能有點難打 可能還是要拉一些小公來硬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會議戰好了 好這邊再補下一個箭塔 拉了五村來蓋箭塔 然後肉馬上去先尻 好但是後面有隻戳戳要拉開 工兵在努力找機會 點那一隻的戳戳 但戳戳上來捅了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點到對方的戳戳 這邊小公死了三隻 哇賊會這個戰謀一直硬點喔 非常難打 然後這裡肉馬一上前 又會被戳 然後進台好了 這個肉馬又沒效果了 肉馬只能盡量去追管敵人 但敵人的肉馬血量非常非常多 20滴只要衝得進來 但是這邊正面想要走進來 結果沒空爬 送掉了一隻戰謀 目前來說 MBL打的還算是蠻極限的 他雖然現在是浪費四村 在這邊跟對方對射 但同樣的 又是沒有上他的當 他直接拉了四隻小公進去 跟他對射 所以這邊是 目前是右的四村的臉村 這個四村沒有挖之間就差蠻多的 好那這邊 又點下了城堡實彈 但MBL早就已經上到了城堡實彈 目前你的時間大概有約 怕一分鐘時間 那這一分鐘的差距 MBL可能要趕快 想辦法打出優勢來 好這裡蓋一個馬臼 但是沒有動 這邊補動速度非常非常快 好那這裡五隻小公在裡面繼續射 當然是這個箭塔要修一下喔 不然可能會 爆炸 好那家裡的肉馬已經被解掉了 剩下一隻四頭殘血了 那這邊是不是要第一田蓋城堡 欸真的是要蓋城堡 通常第一田嘛 然後拉這麼多村就再走一走去 就是要蓋城堡的意思 好 那蓋了城堡之後 右邊的區域可能就可以防守下來 TC也比較安全一點 但礦區依舊拿不回來 拿不回來 那可能再補一個城堡才拿回來 那左邊這邊也是喔 這邊也要插城堡才可以 比較安全一點 那目前是有為死喔 但這邊可能要再補個 房子啊或石牆 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還是有可能非常虛直落 那目前又是打一個完全防守的開局 所以導致他的進攻能力偏弱一點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能進攻的方法 反正是MBL 基本上沒有再為家喔 那為省下的資源跟建築時間 就可以拿去做採集資源動作 那經濟上自然就會比又好一點 好 那這邊 十隻村民在挖死的 挖這麼多村在挖死的 是要賣食上帝嗎 看起來很相似喔 那目前兩邊看起來都是在農而有 我們加速一下 好加速加速 好這邊又有一個洞出來 唉唷 馬上補下一個房子 再補下十隻槍 然後時間再補 然後在剛剛的房子再補十隻槍 哎呀呀 這一波進攻差點就進去啦 但是又這邊手速非常快 好那這邊又選出風情砲 右邊果然鼓下了城堡 唉這個城堡 為什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他城堡會蓋在這個地方喔 這種高地點 然後直接搜兩塊金 跟石頭 他可以搜墓區 那他這邊 蓋這個位置的話 只能射這個箭塔 那只能守住一塊石頭 黃金只能守一半 那對面還是可以用馬弓在那邊騷擾 這個位置 就有點感覺是針對性 要來拆這個箭塔的關係 好那這邊出來的村民 直接被搜掉 村民屍體在這裡 好那風情砲直接搜掉之後 往外走 欸 這邊又真的上帝王時代啦 唉呀直接上帝王 好那上帝王時代之後 來看又怎麼打 要不要來出這個港灣大三戰啊 因為他這邊是單TC上帝王 通常單TC上帝王的打法 葡萄牙通常都是有這個選擇 好那大量的風情砲 好大概約7隻階級10隻的數量 要來前面來騷擾對手 MBL這邊的經濟發展 好直接集火開炮 但是MBL反應也是非常快 馬上就注意到了 好但是火車過來想要投 但是這邊好像投不太到 這件事有很多高地的地方 對MBL來說 不太好打 而且這邊風情砲 哎呀被砸掉 哇MBL這波秀得很好 投了之後馬上往回啦 但是你看風情砲開了一發之後 就扣了1%的血量 這位投車雖然能counter風情砲 但同時風情砲也可以counter 投石車啊 互康的一個情況 好看一下兩邊的操作 這邊投車過來 砸一下往後拉 進入攻擊cd時間 往後再打一下 射擊血再往旁邊拉一下 哇賽這個走位 直接收掉了一台投車 好左邊有更多投車走得過來 那風情砲怎麼出益力呢 先往前走沒有往後 先硬點掉一台高打低 投車上高地之後 投了一發下面再移動一下 哇完全躲過 哇右的反應真的是 沉著冷靜啊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猶豫 都知道該怎麼做 這個投車控車 這個風情砲也是很難控的 要這樣守頭車很難 其實是很難守的 正常來說都是這樣直接吃三塊 這個才是我的畫面 我的畫面就像這樣子 像他那樣子用風情砲直接解頭車 算是奇景啊 這不愧是S級選手實力 超兵來說對他們來說輕而易舉 好那右的話在家裡 挖大量的石頭跟黃金 哎唷家裡補下了四個 港灣大山站 人口直逼161人口 把經濟資源風還在跳 這個無限資源戰術正式開打 這會補下第五個嗎 通常要打這個戰術都直接補到五個 直接補到一百人口左右 直接補下第五個嗎 有第五個嗎 沒錯這個是港灣大山站的標準流程 上帝王時代 單TC上帝王時代 就是要下五個 這個經濟資源才可以 勉強追得上 對手的四五TC 這個打法 就算你用了四五TC 沒有進攻的話也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對手還是依然在發展 最好是趕快蓋了五個 港灣大山站之後 然後地龍時代了嘛 就趕快出這個風行炮 然後再投車的一個戰術 一直給對手壓力是最好的 不要讓對手有喘息的空間喔 那為什麼剛剛這邊 一直前壓然後後退呢 是因為他這邊出了巨頭 那來防守這個巨頭 必然被對方漏馬或騎士拆掉 那右的選擇也是相當正確喔 先防守自己的攻城戲劇 才是最佳正解 好但是NBL不甘施喔 左邊這邊發展起來 蓋了一座城堡 想要來猥瑣進攻 上了帝王之後 這邊再蓋巨頭 就可以打進去了 那目前NBL的家裡 是打算要出馬功 這裡出了幾隻騎士 騎士上了高地之後 馬上倒了一隻 第二隻也倒下 第三隻也倒了 哇直接擺給 這是什麼風行炮 要拉回來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不要再繼續往前壓 守住風塵氣劇才是最佳重點 然後那城堡掉了 右邊應該是爆炸 但左邊這邊有幾隻 小公 跟騎士來這邊交戰 但是這邊看到城堡 哎呀怎麼這裡有個城堡 那這位小公應該是要送掉 然後那邊小公送掉解放人口 人口數的話186 對上150人口的日本NBL 看來這個資源一直在跳 哇 哇這個資源一直跳 看起來就很舒服 好那日本這邊補下兩個馬就 看來是想要等這個刺激爆開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騎士長驅直路 對手大北 好那右這邊中間蓋下一個城堡 要來用寶壓 加上巨頭這個攻勢 然後再鎖住這個遺跡的控制權 那這個遺跡的危險又是那樣回事 好這邊應該是要趕快鑽住進攻 好在等NBL日本那邊成型之前 要給他極大的傷害 但NBL這邊發展也算不錯的 好這邊打算使用風情報 直接印點這個箭塔 那邊發展都是算是有在 算是全方面的發展 左右邊都有村民在挖資源 哎這邊打破了 日本武士出來開卡 但是沒有深攻防 只是出來應應景的 原來這個日本武士 打這個風情砲是非常劣勢的 你看 哇這個血量掉很快 這邊開個幾砲就殘血了 但是日本武士砍風情砲也是超痛的 好那這邊日本武士 遇到這個風情砲加力有點難打 但正面的話已經投掉第二個TC了 風情砲的壓力一直在往前壓 還有其他的風情砲繼續過來 想要解這個巨型投資機 那這邊肉麻過來開砍 效果還算可以 但是並沒有打掉太多的風情砲 只是解掉了一台 那上面還有四台風情砲 又來右邊有更多的風情砲走過來 但這面巨型投資機沒有趕過來 可能控不太過來 太忙了 目前家裡這邊城堡也在開戰 好這邊多重地方都在打城堡 哇四面楚歌 好那這邊風情砲再來上面硬點 這個巨型投資機能 點到嗎 哎呀沒問題啊 走掉了 但是這邊風情砲也在白給 風情砲也是蠻怕箭矢的 走過來解這邊風情砲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預言這邊風情砲沒有任何的防禦 六加零直接被解掉 那巨型投資機應該也是OK啦 Easy easy 好讓他射讓他射 欸這能解掉嗎 再來一發沒有修 蓋魔防不修啦 哎呀直接棄TC 看來他也覺得修不起來 好 好那中間城堡大戰也在進行當中 兩台巨型投資機 但是這邊又是沒有來修城堡 因為沒有在投城堡 好反而是在投 右的一個巨型投資機 並沒有想要 硬拆城堡 好那正面 MBL拉了一些馬公 想要來這邊正面交戰 那這邊馬公死亡的速度非常快 哇瞬間倒地 風情砲打起來 非常非常的好 欸這邊有點LAG 不怪 好那風情砲 攻擊力是16 好 變很精銳之後變成20 攻擊力20的風情砲很難打 日本這種裝法的攻擊力是11喔 射一下大約是風情砲5滴 但風情砲血量是有70滴的 好所以射起來也算是需要點時間 大概30 大概射的 10幾下 就會11 14下不用了 好那正面看起來巨型投資機全倒了之後 好 MBL選擇 把大量的巨型投資機直接貼了上來 好這邊風情砲也有個操作食物喔 瘋狂的送 一直被城堡射死 哇 大量的風情砲直接硬身倒地 好看一下右邊這邊 能不能用風情砲打回一波呢 這邊蓋了一個BK 想要來用衝車來解嗎 還是投車呢 這邊城堡在射的風情砲很痛 哇 風情砲又送掉了一些喔 這個正面看起來也是沒救 城堡應該是倒了 好了 但反倒是左邊這邊卻沒有手下 風情砲又是吹了出來 OK 接下來進攻左邊這個位置 然後右邊這邊馬弓有來騷擾 但是有被右鑽個陣子喔 但是這個馬弓依舊還是打倒了不少村民 公民死傷慘重 大概損失了五六村左右 還是沒有問題阿 掉的重點不是在村民 而是在他的港灣大商站 那港灣大商站還一直提供他 永遠不絕的資源喔 木田資源是用不完的一個狀況 然後墨產比較匮乏一點 因為那個風情砲很貴阿 現在一隻就要一百木了 哇十隻就要一千木了 所以這個風情砲核心就是 木頭要真的很多 然後黃金也是 但黃金的問題是還好 因為他本身就有黃金減免的一個效果 所以就是木頭的採集量 然後非常非常大量才可以出得起這個風情砲 好那這邊點下了二級馬鎧跟一級的攻擊 日本這邊是選擇二級馬鎧跟二級攻 看來也是要打落馬加上馬的一個戰術 好總是需要個落盾在前面躺阿 不然一直用風情砲躺也不是個辦法 好那風情砲持續在前壓 攻擊力還是很高 不管是打村民還是打不建築物 這個血量都掉得非常非常快 好那這邊又要站個高地 想要來防守喔 但是這邊馬鎧數量有點多 風情砲數量掉的速度有點快 那兩邊吸數量差距蠻大的 MBL覺得自己有優勢 先上了高地然後想來做一件反制 上了高地之後就不會有高低差的一個問題了 那自然傷害就會高了起來 那打MBL或者打右的風情砲的話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了 哇那個輕輕鬆鬆剪掉 哇讓巨頭上這個高地這裡要全面毀壞 但是左邊的風情砲的攻勢依舊在進行中 好繼續在屠殺MBL的村民 那箭主也在打單正面這邊 出兵點有點被壓制 但是這邊風情砲出兵點還可以 兩台兩個城堡一直在出這個風情砲 那這邊風情砲也在出 另外它是三城堡瘋狂出風情砲的一個局面 那肉馬也在點了 好那三級一防三級攻點好之後 這個肉馬就能出來做事了 那這邊肉馬血量還有80D還不錯 攻擊是一個7加4的一個能力 那遠防有6 那就跟風情砲一樣 遠防是6的一個狀況 那雖然貝斯還是很痛 但至少肉馬不需要黃金的 可以省下一筆不錯的開銷 好那右邊正面要準備開打 左邊的話拉了一些馬功過來解 但應該效果不太好 可能會被解光 哇非常痛 好那這邊高地巨頭機拆了非常多的馬就 那接著還被解掉了 那正面風情砲的數量依舊不夠 正面應付這些馬功 先馬出來解一下右邊的馬功 看來是沒問題了 直接包起來打 好那風情砲左邊還沒有被解掉 馬功依舊是個問題 那正面的話風情砲的數量又被對手 MBL的馬功再撕了一波 火炮再來開閘 火炮出來之後 就可以稍微微設立了 就可以來解這個巨頭機 可以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這邊風情砲的數量依舊還是要夠 才可以撐得起來喔 好肉馬過來燒了一波 可以直接開砍這些黃金的村民 但左邊的風情砲已經被漏馬 加上馬功的公司解掉了 好那這邊巨頭機翔來硬拆左邊的風情砲 不是風情砲 城堡 那這邊火炮也被點掉了 所以火炮已經沒有再輸出 這邊的話風情砲非常大量 在裡面要出來了嗎 要出來打架了嗎 但是這個城堡可能會不保 完了 好風情砲繼續再出 排層已經排到了快到第10個了 好但是家裡 風情砲繼續再打 一直在打肉馬上來開砲 解掉了MBL的三排巨頭 只剩下一排 好這邊持續再輸出 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好大量肉馬過來來救援了 這波交戰 能不能打掉MBL這波肉馬了 這波很關鍵 好上來硬拷 但風情砲的數量並沒有往前 後面大量有10台 但肉馬的數量非常好很多 可以扛掉一些傷害 好左邊這台巨頭是終結 掉了這座城堡居然沒倒 哇 但不愧是支援無限的優啊 全拋不完啊 反正剛剛是MBL 這邊雖然還是有在挖支援 但是經濟有點在枯竭狀況啊 好村民數106村有點少 並沒有在輔到120 超過130村左右 那經濟的話可能會慢慢拉開 但同樣的好處是 如果他有足夠支援的話 MBL可以解放這些村民的人口佔據 會出大量兵 然後直接淹死 以右這邊 但是右的話 目前有點劣勢 因為目前外面的高地 是由MBL掌控的 然後掌控這個高地的話 MBL暫時應該是不會輸的 那這邊風情砲遺憶就在無情輸出 那這邊直接要硬貼上去了嗎 要來搶回高地了嗎 那還在需要更多大量肉麻才可以 哇你們看這個支援跳動 明明沒有 明明只有一個人在種田 但是肉跳得很快啊 哇這個港王大山戰戰術 真的不是一般人用得行 好大量風情砲又走了上來 MBL雖然已經佔據地圖大半的支援量 但是支援量依舊比不上支援無限的風琴砲嗎 這個葡萄牙真的是太扯了 高手玩的風琴砲 高手玩的風琴砲 完全長得是不一樣的 又在Lag 又在Lag Lag一下Lag一下 最近用這個CEA模底 關戰模底器到一些地方就會開始Lag 好 那這邊直接點掉 好 家裡有一些清洗兵 這樣來騷擾的人被抓包 這邊也是 但是這邊清洗兵反應很快 雖然日本這裡沒有三級防禦 但是有三級攻 還算是能打 但是還沒有升喔 因為現在目前MBL這邊經濟非常慘 並沒有太多村民啦 三九十二村 支援越來越少 但是目前還有一堆阻力 那這邊阻力三十七隻馬公 看要不要再補到五十或一百喔 再來跟他大決戰 不然MBL這邊經濟上有點開始跟不上囉 因為右這邊的支援量是無限的 打越久就越烈四 欸 怎麼又在Lag 可能一點是不是太爆開了 好 這邊風情報直接硬拆 這邊村民 可能要趕快跑喔 不跑的話又被射光光了 哇 賊命標吧 好 村民跑了 但是還是被射掉了幾村 欸 怎麼這麼卡 欸 這個真的是模擬器的問題欸 你們看這個地圖的點還在亮 但是他卻不動了 這應該不是我電腦的問題喔 這應該是這個紀錄檔的問題 好 大戰來臨 結果在Lag 調什麼 唉呀 這邊大量馬弓直接貼了上來 馬弓一點 肉馬上來硬拋 風情報的瘋狂反擊 肉馬想要吸泡 火能意義不大 左邊的馬弓全部包的上來 喔 是右邊的 那這邊馬弓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風情報的血量很少 發被射光了 但是風情報依舊在頑強抵抗 而且這邊風情報有個高地優勢喔 目前真的是滴滴 所以這邊打風情報的傷 他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依舊還可以用數量碾壓對手 哇 這邊大戰雖然有點Lag 但是我們看到結局 NBL拿下了這一場的獲勝 但是人口數還是很低 有130村 但是葡萄牙佑 這邊還有177村 村民雖然很少 但是依舊靠著這個資源無限的力量 再繼續打 這應該是沒太大問題的 好 這一波又壓了回來 那這邊 又搶到這個高地 哇 這個高地真的是有惡夢 但是這邊肉麻非常大量 肉麻可以來抵擋對手的攻勢 還可以吸引一些炮火傷害 效果非常的不錯 只要控好肉麻 然後要烘起炮自由開火 到這邊馬功的話 就會被打得有點痛了喔 哇 大量的馬功殘血了 好 再搶到這個高地的話 NBL可能會很難打喔 這邊就變成高地打滴滴 那就要再繼續撤回到這個地方 但撤回到這個地方的話 黃金就不能挖 又要面臨斷金的狀況 如果又再吃斷金的話 NBL可能會打下GG 別人斷金的話就沒救了 好 這邊肉麻過來又送了一波 有沒有控好 因為這個集結點 本來就很難控 好 那這邊補下了一個BK 好 大量風起炮走了過來 28隻 哇 數量還是很多 哇 又在LAG 為什麼 看來這地圖 小地圖還在亮 但是 卻畫面就不動了 這個應該是模擬器的問題 好 這關戰模擬器 最近有點不太正常 好 明明開路前已經有重開機過了 那應該不是我電腦問題 好 那確定是這樣子 好 那再按著馬功過來 左邊的輕騎兵上來硬拷 風起炮直接開射 肉麻開手動 手動 手動吸炮火 當然這邊NBL很聰明 直接來硬點這個風起炮的傷害 風起炮有點慘 被點掉很多隻 但是沒有太大問題 風起炮還在輸出 繼續在打這些的肉麻 但是馬功輸掉很多 打這個風起炮應該不是問題 三阿十字的風起炮 好 那這邊風起炮這一波又送光了 好 回到這個地方又有高地優勢 你看這個高手們系列都有注意到 你一定要站在高地跟對手打 那這邊NBL的話是DD了 所以自然就打不太贏 好 這個BK蓋好之後是要來出火炮的 好 那火炮出來的話 打巨頭司機也比較簡單一點 好 再來進攻 好 這邊肉麻的量依舊蠻多的 因為右的資源一直在跳動 肉的話還是出得起這些肉麻 風起炮也出得起 但是... 資源的話 看起來兩邊都是要見敵的狀況 好 一隻火炮回到高地想要防守 但是正面的話 風起炮大量死掉 但是肉麻過來硬拋這邊 巨頭司機能解掉一台嗎 可以 好 巨頭司機解掉之後 再去解第二台 那第二台也解得掉嗎 解得掉的話就賺爛了 哇 賺爛了 兩台巨頭司機直接Stick吧 好 那目前 又NBL已經斷進了 黃金樹已經歸離了 拿了八順來挖前線的黃金 但前線的黃金有 又的大軍風起一炮的存在 肉麻也在繼續補上 但是肉已經開始有點斷了 開始出奇肉麻了 但是NBL打出GG 怎麼那麼快就GG了 應該也差不多了 黃金也吃到乾了 好 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升級路線 那我們先來看又的就好 因為又的升級真是蠻特別的 又的話升級是一木一農田 然後這邊城堡時代是馬上 點了輪軸技術 這應該是上層 上層的途中就點這個輪軸技術 所以上城堡之後 馬上就升好這些三個經濟科技 石頭跟金晃都點好 那伐木的話則是 在點帝王之前才點 先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開始跑再去點這個二級伐木 那這個路線流程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算是蠻省資源的一個玩法 就是用石頭 經濟 這也是農田 靠農田跟經濟 挖石跟挖金買賣 然後去點帝王時代 然後再去點這個其他的科技 然後後面手推車也是又補下 升兵技術 這看起來這個流程 看起來就是 標準的 經濟開酒 但是比較特別是 他的石頭跟彩金 都是也是挖石頭 挖石物的 這挖石物的話 挖這個石物就會有點 大量 你們要看這邊已經挖了三百多食物 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可能就是靠石頭 大量挖石頭的村民 跟大量挖黃金的村民去買賣肉 然後直接上帝王時代 然後上帝王時代之後 就直接開出大量的 趕王大商戰 那趕王大商戰的話就需要石頭 所以這邊石頭 點的時機蠻早的 我覺得算是一個關鍵 你上層 直接點這個石頭科技 然後馬上拉大量的村民去挖石頭 然後再用賣石頭的方式去做基因調解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式開局 好 那看起來兩邊的經濟是 差蠻大的喔 你們要看這邊MBL差距是 大概差六千 右的話是落後六千的 史物是落後快一萬喔 但是偏偏右卻還能打的 但我不確定這個 史物無限有沒有計算在裡面 應該是有 但偏偏MBL支援量領先這麼多 但是正面依舊打不贏 這點是蠻奇怪的 看這邊無限黃金還是比較重要 這個黃金量非常非常大量 那時候也是挖的蠻多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谢谢观看